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交通部也公告 从2月1号起 台铁以及高铁全面禁止饮食 而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为了维护民众健康安全 因此也宣布从即日起 桃园市内的公车全面禁止饮食 要让民众大大安心 为了要避免会有造成 一个防疫的破口 我们在即日起呢 也已经规定 整个我们桃园的一个市区公车 不管是免巴的部分 或者是幸福巴士的部分 全部呢都禁止饮食 OK啊 就是不吃东西 我们是有习惯 不会在车上吃东西 对 不会啊 现在也不能离离 万一你有的人 穿着给别人 或者是你自己又被别人穿 不是很不好的事情 都OK啊 比较放心啊 不会像以前有些人 在上面吃东西 或者打个噴嚏 口臭啊 我们会受不了啊 会 有一点会比较放心 只是怕有一些人血糖会太低了 一位一位的民众戴起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 在候车亭等车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为了避免大众运输 出现感染风险 因此规定客运业者 每日间隔六到八小时 就要以二氧化绿 酒精进行车内清洁消毒 借持保障民众的安全 针对于我们目前疫情的升温 我们针对公车的防疫措施 也做了一个加强的部分 在车辆的部分 我们目前要求我们的客运业者 在六到八小时都必须要进行全车的消毒 使用了我们所谓的二氧化绿 还有酒精的部分 做一个全车的消毒 来确保我们车辆的安全 至于在乘车的部分 一样的还是维持我们全车 必须乘车全程戴口罩这样的一个规定 但是如果有民众有隐私的状况 那我们会委由司机 来进行一个劝导的工作 目前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规定 民众在搭乘公车时 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并禁止在车上饮食 而民众若违反规定 劝导不听者 也将会处以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还 要请民众多加留意 记者网络中心台报道